刚刚看完了好吃的甜点 接下来我们带您去看看 去有解腻的梅子 您听过老梅膏吗 这滋味酸酸甜甜 用来泡饮料 或者是入菜做料理都是绝配 生产老梅膏的老板 是科技业的大老板 在十年前 因为父亲癌症过世 他才开始投入养生食品的领域 他的老梅膏不用宣传 就已经是科学园区流传的 隐藏版好东西 好不好 来 开动 有鹏自台北来 大老板简天旭 今天摆了一桌彩操澎湃 要请我们品尝 不过重点不再一道道的美食佳肴 而是这黑的发亮的配角老梅膏 今天来尝试一下 享用所谓的一酱到底的 所谓的老梅膏的大餐 一酱到底从头到尾 只有一种酱料 沾肉沾萝卜膏 港式烧麦拌凉面米粉沙拉 桌上没有酱油不用甜辣酱 全靠老梅膏一酱到底 微微的酸带出食物的鲜与甜 还有去油解腻的效果 它会提味 但它不抢味 最奇特的就是说 它可以一个酱搭配任何的料理 只要吃的都可以搭配 最重要的是 它是咸甜皆宜 甜咸皆宜像是 十年的隐藏版自满味 不只是全台湾独家 更是全世界唯一 这黑黑不起眼的老梅膏 为何如此神奇 秘密全在南投县农会的 烟梅工厂里 一层楼深度的储存池里 全是淹了半年的梅子 新鲜青梅不加一滴水 全靠比例高达25%的天然海盐 让梅子脱水去苦涩 这是做老梅膏的第一步骤 它有杀菌的功能 有软化纤维的功能 还有去除所谓的苦水 谈话叫做苦水 把那个苦水递出来 这第一个动作是这样子 梅子躺在腌渍池子 让纤维组织软化 口感变得绵密 才能方便后续加工 光是这道程序 至少要120天 完全急不得 它现在吃起来的味道是 现在吃起来很酸 但是里面很绵密 我可以拿一个给你吃看看 来 你吃一个看看 是不是又酸又咸 有没有开水 拿个水 拿个水 来 好 眼泪流出来了 眼泪流出来了 又渴又生 不过这是一个基本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process 很酸很咸 事实上很多日本人他们在吃 到这个阶段以后 就有人在吃了 青梅烟自四个月 接着要进到密闭的捷径温室 做日光玉 离地曝晒七天 靠着火热阳光 和60度高温 带走梅子的水分 变成梅胚 方便长期保存 空气中充满了清新的梅香 非常香 完全都是天然的过程就对了 南投農会工厂 以前是全台湾最大的梅子加工厂 30年前 每年光是卖梅胚给日本人做加工 一年赚进2亿台币以上 后来日本市场被大陆抢走 出口产值完全归零 梅子工厂盛况不复当年 直到最近几年 和简天旭合作生产 又渐渐忙碌起来 现在是烟梅达人 不过简天旭原本对梅子其实外行 平寒农家出身 白手起家 靠着匆匆匆的打拼精神 从小业务做到科技业大老板 做的是资讯产品测试 排名全球第二 亚洲第一 十多年前父亲罹患癌症 从发现到过世 只有短短的两个半月 大大改变了职场拼命三郎 要钱不要命的想法 那个打击不能只是大 它改变了我一辈子的一个想法 那时父亲的检验报告 还发现身体接近酸中毒的边缘 和癌症的因果关系还无法证明 但不管中医西医都认为 体内酸碱值失衡 的确是健康的隐形杀手 那个是医生建议 是说你们最好都是检验食品 不然体质恶化的话 因为癌症是有遗传性的 叫我们要小心 那我们就开始找所谓的 健康食品进来行业 后来一次到日本开会的偶然机缘 简天旭吃到了 他从来没尝过的老梅膏 比他以前在台湾吃过的梅筋 好吃十倍以上 让他大打吃惊 一般来讲健康的东西都不好吃 那好吃的东西都不健康 以前有这样的刻板印象 刚好有这个因缘器 碰到这样一个 日本人他有这个技术 他把健康跟美味 两个把它融合在一起 那我们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深性梅子的碱性特质 可以综合体内酸性 简天旭从日本的智眉达人手中 买下老梅膏的腌制 和调理技术专利 回台湾发展副业做老梅膏 十年前开始到高雄的甲仙 桃园 纳马夏等山区 收购粗放式种植 无农药污染的无毒梅子做研制 数量几乎台湾第一 这个它已经非常绵密 非常非常非常好吃了 感觉这个非常好吃的 我再试一下 胆战心情 不要怕你 可是很多基本是这样的事了 真的啊 真的啊 梅子晒成梅胚 就变成了我们熟悉的栓梅 如果工作没结束 还要再装箱 在木箱里密封120天 这个更闲 不过它已经香味不一样了 你打开油汁 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很香吧 120天后梅子要做清洗 活水流动8小时 让盐分从25%降到1% 才能入口 从梅子摘下来到现在 这个位置为止 已经超过半年以上了 然后每周一次分6次 加砂糖腌制 到浓度60% 最后熬煮 让糖分完全渗透到梅子里面 这个已经很好吃的梅子 而且梅香很浓了 对不对 我们刚才们吃得很咸 很冷 这个都是充满了自然的梅香 梅子从采收到糖渍风香 已经费时10个月 不过这还不算什么 要吃到这用心制作的梅子 还要再等10年 你没听错10年 简听续说 因为没有任何化学素权的添加物 好东西必须要用时间酝酿 用耐心等待 没有配饱 不可以讨压饱 这种作法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人这样做过 你可能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公开 这没什么秘密 因为我们卖的不是自得的秘密 不是 我们讲究的是时间 就这样每年采收腌制 等于把新台币腌起来堆在仓库 十年下来 简天旭和几个科技业的老板朋友 已经投入了超过3亿台币 就为了开封的这一口 农存梅香 非常非常爽口 你看很绵密的感觉 这个就是时间确认产生的结果 怎么样 我说这个有令人感动的滋味 有没有这种感觉 真的是入口即化 我第一次吃到这种梅子 这个应该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那种配方 然后没太甜 没太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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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 我可以买一口 这个原料是不骂的 你要吃的话 我可以送你 入口即化的十年老梅 散发浓浓醇香 在嘴里散开 在鼻腔滥延 在喉口北干 简天旭依照日本人的独门秘方 去此将果肉打成名 加入同样酝酿十年的意大利酒醋 东方与西方相遇 养生与美味艰巨 融合成为十年老梅糕 带着神秘的亮临闻事 都很大 不管是咸的 甜的 荤的 素的 都很适合 就取代酱油 取代糖 鱼肉它碰到这个老梅糕 老醋糕之后 它就会 肉质会更嫩 会更好吃 厨房内董娘简太太 正料理着宴客晚餐 料理东西南北 调味独孤一味 没有酱油 黑醋白醋 味精红糖 全靠老梅糕来体味 我们有一句话 就是一酱当家 然后百善风华 这个因为你看都是酸性食物居多 那我们这样加进去之后 今天晚上就有一个最重要的效果 就是酸性平衡 吃了以后不会有负担 百搭的老梅酱 遇上各种食物都能画龙点睛 加入白开水 则是最好的养生饮品 第一批问事后 光是捡老板的股东 还有科技业的大老板们 贾后倒秀博 成了老板俱乐部之间 流传的隐藏版独家美食秘籍 不用宣传已经卖得吓吓叫 所有的家人亲朋好友 享用之后都觉得 给我们的回想都非常好 再不绝口就说这是好东西 我们听到就觉得很安慰 做店直接做这么久了 可能挣赞的不多 可是我觉得跟好朋友分享 经过口耳相传 许多朋友要求捡老板 把老梅糕拿出来贩售 让大家都能和董自辈的大人屋一样 享受老梅糕的美味和健康 有缘人嘛 一定会慢慢地挥持出这种东西 而且慢慢量也都上来了 没有问题 从家人的伤痛出发 寻找养生法宝 捡天旭的老梅糕 以无毒梅子 海盐 蔗糖 加入耐心 十年三亿终于酿成 在素食年代 弟弟珍贵 弟弟珍成 欢迎您再度回到节目现场 听海音说故事 八八风灾到现在 已经是三周年了 幸存的小邻村居民 都已经全部搬进了重建落成的永久屋 不过离开山区没有耕地 加油了 生活来源却变成了问题 三年下来 村民不断地寻找生活出路 他们做果酱 学做农特产加工 很努力 却找不到代表性的热卖商品 几个月前 一批在外流浪十年的小邻村梅子 意外地回到了村民手中 他们用故乡的老梅膏做出味道 微酸清新 入口回甘的老梅饼 这在地滋味蕴含着不放弃的精神 一推出口碑反应热烈 成为小邻村的在地特产 整齐的街道双拼二楼套停除 空气宁静安详 像极了房地产广告中家的描写 这里是高雄山林的日光小邻社区 俗称的小邻二村 八八风灾重建区居民的家 新家旁边组合屋在利用的烘焙厨房里 小邻村重建发展协会的姐妹阿姨 和烘焙师傅阿亮 王明亮 正在赶工做今年研发成功 订单踊跃的老梅饼 哈喽 孙玉 哈喽 阿亮 过来 过来 再来 哇 辛苦 辛苦了 哈喽 一身包装了 突然来访的客人 是制作老梅膏的老板 简天旭夫妇 好朋友盘炳鑫 小邻重建协会会长蔡松玉 连忙端出刚刚出炉的老梅饼 让这群关心日光小邻发展的好朋友 品尝兼打分数 有没有达到标准 因为这要给客户吃的一定是 笔记给我们那一匹 大伙七嘴八舌 脆甲脆咸提出建议 希望老梅饼口感口味越来越赞 口碑越来越好 馅的部分很饱满以外 外皮也很酥脆 看起来是感觉非常成功 日光小邻老梅饼是重建协会烘焙班 今年推出的明星级产品 特级白凤豆沙 加上老梅膏脆梅一起获取内馅 梅哲的香气轻心扑鼻 让人口水极速分泌 其实太酸了太酸 所以我们就是有些人一吃脸就 不好看啊对 就知道它吃起来很酸 所以我们好像后来有降个5%的 那个老梅膏的比例 然后又加一点点的脆梅在里面 脆梅它其实会充合掉一点点的酸味 它本来就有甜味 而面粉加入老梅膏上色 增加风味 酥皮一起泥中油腻油果 擀平折叠再擀平 创造多重口感 20分钟后 表皮金黄酥脆的老梅饼 带着豆沙香气和隐隐酸甜香 向嗅觉味蕾招手 右边这一盘 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推出的老梅饼 这个味道保证你在其他地方没有看过 那也很高兴大家今天来这边 那待会就请大家吃吃看这个老梅饼 出炉的这一刻到日光小林参访的 高雄大串国小老师们 刚好被香气吸引 闻香下马一饱口福 非常的爽口 而且不油腻 酸酸甜甜的 非常好吃 是好像咬起来有点脆脆脆脆的 那是脆梅吗 我觉得还不错 老梅饼受到欢迎 最开心的就是蔡松玉 三年前无情的天灾 让她一下子失去了 挚爱的母亲哥哥嫂嫂和侄女 震惊痛哭之后 她擦干眼泪 结束在台北的法律咨询工作 义无反顾回到她成长的故乡 带领同样失去亲人的小林人 重建家园 我当时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 去做任何其他的一件事情 我就只是希望小林村 她能够恢复 然后这些哭泣的人不要再哭 三年来从祖和屋搬进永久屋 小林人在高雄山林区三处地点 重新有了家 户数最多的小林二村 就是蔡松玉奔走联系 折冲协调 突破重重困难所催神的社区 她亲自命名为日光小林 希望小林人挥别阴霾迎向希望 用更好的活着告慰消逝的亲人 我一直跟自己讲 跟很多小林村民讲 我们人生的最大最大的谷底 已经过去了 你再怎么样的黑暗 都不会比那一天来的黑暗 不会比8月9号 就是8月9号更痛苦 所以接下来不管什么事情 对我来讲都不是那么大的困难 但离开熟悉的生存环境 没有经济来源可以乐业 安居又是比盖房子更困难的工程 重建协会带着居民不断找出路 在赴培美饮食文化基金会的协助下 他们做烘焙 做农特产 从头学起 想做出代表性的产业 让小林可以真正的落湖生根 很多 她做过白玉萝卜 做过烟笋子 然后果酱也试过很多种东西 就是她的农特产品 所以什么农特产品来来来都做 可是还是一个问题 这些东西就不会长久 就是说假设你没有找到一个 真的可以代表你 你村庄的精神 或者你村庄的特产 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持续的 努力了三年 终于蔡松玉口中杀手级的产品出现了 一点都没有腻的感觉 没有吃那个甜点的感觉 大家的老王卖瓜难免嘛 味道很搭 很搭啦 真的不是老王卖瓜 日光小林的老梅饼 清新爽口 清脆回甘 简老板以时间酝酿的珍贵老梅膏功不可没 老梅膏和老梅饼的香芋 也全是一颗颗梅子串起的缘分 高雄的甲仙 桃园 纳玛夏山区 从日本时代就是知名的青梅产区 粗放是栽植 天生天养 自然无毒 十年前简天旭开始做老梅膏时 就锁定这几个地方做采购 而小林村陷渡山脚下 梅子产量特别多 成了简天旭的梅子主要来源 小林梅一烟十年 储存在仓铺的烟梅 在八八风灾时还曾经被土石掩埋 索性日本的密封技术高超 梅子完整无缺 历经漫长等待和波折 终于成就微酸带甜 醇厚温润的老梅膏 应该有机会把这个产品开发成为 小林以后那个产业的一个明星产品 这个应该有信心 几个月前简天旭上电台专访 认识了一直在帮助小林重建发展的 副排媒基金会执行长潘炳鑫 才知道小林人一直在为生存而努力 当下透过潘炳鑫牵线免费赞助 让离开故乡十年的小林老梅膏 重回小林人的手上 没有特别选日子 重逢的这一天正好是八月八号 大灾难的三周年纪念 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对 然后每一个人听到之后 那种鸡皮疙瘩是一种 感觉有明明中是安排好的 祖籍小林的老梅膏 挺过八八风宅考验回到故乡 潘炳鑫特别请台北的烘焙名师做研发 然后传授给烘焙班学员 由小林人亲自获着希望 还有同样是重建区的宝来所生产的脆梅 烘烤成原汁原味 无一无二的小林特产 不只做宅配 他们更希望能够借此吸引外地游客 到小林走一走 计划做观光农场 种植花海 发展观光产业 每天赶通超过十二小时 对啊 就变成要轮流轮班这样 都是你在赶吧 都是你在赶喔 我也有 那阿亮呢 阿亮在购买 对啊 我也有好不好 没有 没有这么闪闪 现在那些都已经赶了 都不见了 我说那些都是仙杜山的双咖 比较平台的台地的 那些双咖 那些双咖 那些是后面偏的 对啊 后面偏的 我都在那边偏的 老梅膏 老梅饼 唤起了大家对小林梅的记忆 经过访查 财松玉得知 建渡山的对面山头 还有最后一片梅园 专程带着朋友们上山看看 被年轻人的努力感动 简天旭说他不只要继续 和小林人合作老梅饼 更计划让十年老梅膏 从故乡出发挂上 日光小林的招牌 让小林二村独卖 这感动的人生回甘味 你很难解释这一切的巧合 可是这过程当中考验的是说 我们这些子弟这三年 有没有很认真地在替故乡做事 老天爷事实上 他准备好的一些礼物要给你 可是你不努力 你又永远派取不到 那一个东西 开心的还有热心机 博得潘敏兴 台北高雄分走两年 终于替小林的产业配对成功 她说还要继续当梅人 帮小林找出路 这些人还要包生鸡 包生鸡 包生鸡 9月初蔡松玉和伙伴 带着老梅饼上台北开记者会 替8月底受到天平台风 重创的蓝鱼同胞打气 要抛砖引玉 捐出3000盒老梅饼的利润 用15万给蓝鱼做重建 只要人平安 什么都可以重来 什么都可以重建好 这没有问题 小林村都住过了 对 小林村都站起来 并且到处全台湾 小林已经靠着自己的力量 重新站起 希望大家可以再用灾区来行动 可以这样重建区 好 重建区 那这些重建区 其实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这里面的人们的生命任性 都要比我想都是发挥了 我们最大的一个极限 那我这三年看到的是说 在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 除了爱心之外 还有这些人对于 这个生命永不放弃的精神 当然最重要的是和大家分享 老梅饼的圣甘丁 老梅饼是让我们记忆很多很多 属于美好滋味的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媒介 不过重点它真的好吃 我都一定要强调这个 我订了二十盒 对 才三千盒而已 对 所以要赶快抢动 而且就是说希望它能够是一个长长久久的 在小林村他们会做了之后呢 能够作为一个长长久久的发展的项目 走过伤痛回到平凡的每一天 蔡松玉和小林人知道平凡的可贵 要继续用不平凡的力量追求平凡的幸福 我很希望小林村在我们这一代 重新站起来之后 迎接我们的是更美好的未来 比过去一个更复述 更快乐的一个村庄 不然我觉得我们会对不起在天上这些人 小林梅退去苦涩 历经十年酝酸甜润暖 最终换来回甘滋味 他们知道坚持就有力量 如同山上的梅子一样 只要根还在就有美好希望